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其实从刚刚坐这车子到现在 感觉上好像跟普通的巴士没有什么不一样 这些东西都是很精致的 你会觉得吗 由垃圾堆成的山再重新诞生为生态公园 是城市和自然相互共存的见证 如果每天能够像这样骑着脚车上下班 或者上下学的话 不仅有意身心健康 而且还能够省钱 太了不起了 不止老人家做纸张分类 连小孩子都会做 这里就是许多名心灵手巧的职工们 把装宝特瓶抽丝制成的布料 再加工完成毛毯的地方 这里所有的产品都是用宝特瓶做的 这餐厅真的非常特别 从装饰到桌椅都是用纸做的 你们相不相信纸也可以建成一栋建筑物呢 我感觉就像在一个会飞的森林里一样 我的上上下下左左右右都被树青跟木条包围着 而且每个木条都是往一个方向飞去的 在澳大利亚买卖二手货品的商业活动发展蓬勃 不但为地球尽力 也不及一定的社会责任 澳大利亚除了农牧业发达 这里的替后和土壤都非常适合栽种葡萄 所以从17世纪就开始酿造葡萄酒 来到这里当然不能错过品尝美酒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达 大家留言 谢谢大家 我们提供 真心的故事 也可以 Bjorn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我们要点赞 订阅 转发达 geometric辨 절대信 转发达 噠pass嘛 能感谢假的 是同样 众和珍视 原本历